日常生活中总能看到一些超出动物的行为 比如大家熟知的飞蛾扑火 又或是狗狗喜欢追着自己的尾巴咬 等动物玩耍的景象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 喜欢扑火的飞蛾应该都灭绝了 慢慢的飞蛾应该向不扑火的方向演化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能看到这么多 跟它一样趋光的昆虫呢 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动物行为背后 究竟隐含着怎样的玄机呢 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位老师 继承了动物行为学之父洛伦兹和达尔文的思想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原创性地提出了间接选择的理论 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唐叶忠研究员 为我们揭开神奇的动物行为背后的秘密 有请唐老师 好 大家下午好 我叫唐叶忠 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但我现在认知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动物行为进化方面的一些理论思考 稍微有点骚扰 请大家提高注意力 就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面 动物的行为或者动物的本能行为 都是围绕着生成或者是防止 这个目标来开展的 这个目的来开展的 但是就是有很多的动物 有很多的行为 它就是不符合这些 不屈从于这些本能行为 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飞蛾扑火 自取灭亡 求生是倦克在DNA里面的一种本能 每个生命都是如此 但是为什么这些昆虫会自己去找死呢 这里面有什么奥昧呢 我们不得而知 我本人 那个硕士期间 是研究昆虫生态学的 所以有一次呢 我们在山里面出野外 开这个车 然后呢就那个车灯 就被这个昆虫覆盖了 覆盖了以至于我们看不到路 在山里面当然很危险 所以我们就把车停在那里 把灯关了 等到昆虫上了以后 我们再往前开 但是呢开不了几分钟 它又把它覆盖了 如此呢我们就仿佛的 这个叫什么停啊开 这就是当时对我触动就很大 我们知道昆虫躲在黑暗当中 就是为了什么 躲避天地对它的捕食 那为什么它见到了光 还那么不要命地扑上去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法国的著名昆虫学家 法布尔 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 他点了一只蜡烛 在另外一个位置呢 他放了一只成熟的刺鹅 这是我们叫处理鹅 它没有交配 所以如果引入一只熊鹅 它就想知道 这个熊鹅是去关呢 还是去找刺鹅交配呢 这个如你们所猜 它一定是去关了 对不对 熊鹅来到这个世界 它唯一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交配 然后产生自己的后代 那是什么东西 对它更有吸引力 而不去 而克服了它对这个叫什么 留下后代的这种本能欲望呢 深海舆论也去关 刚刚几个报告都提到了深海 那么这个叫安康鱼 左边那个叫安康鱼 它头上的有一个棍子 一样的东西 发光的那个是荧光细菌 这个荧光细菌发的光 就把深海里面的小鱼也引过来 然后是什么 就是安康鱼就把它吃掉 那你们想过没有 这些深海的小鱼 它一辈子也没见过光 它为什么要去关 它第一次去关 就被安康鱼给吃掉了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洞穴鱼 这个洞穴鱼 你们看这个图就看得到 它的眼睛已经是高度的退化 甚至什么 甚至没有眼睛 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 它们是去关的 具有去关这个特性的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叫做超常刺激 意思就是说 某一类的刺激 它更能够激发 这个动物的一些行为 而且这个反映出来的行为 强度更加大 那么我们来看 左边这个海鸥 它孵的那个蛋 是我们人给它做的一个假蛋 像边上那个小的蛋 才是它自己的蛋的大小 右边呢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甲虫 这熊虫呢 试图什么 试图跟一个酒瓶子交配 当然那个酒瓶子是棕色的 这个颜色很像 它的这个磁性个体 那么这一类超常刺激的 这种现象 实际上是脱离了进化的本意 我们很难用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 来进行对它解释 王耍是从果因到人类 都普遍存在的 而且的话呢 动物越聪明 也就是说它神迹系统越发达 王耍的频次就越高 我们来看这个叫百美度鸭 它仿佛在那里滑雪 如果是 它就是说如果是练习的话 或者训练的话 那不叫王耍 那是有功能的一些练习 但这个王耍就是王耍 王耍也是很危险的 对不对 它又没有用浪费时间和浪费能量 而且还带来天敌 那不是很危险吗 那为什么没有被淘汰呢 人类当然也是具有很多成瘾现象 但我们成瘾比动物的成瘾 种类都多了 对不对 这有毒品成瘾 还有赌博成瘾 有烟酒成瘾 有游戏成瘾 那么这些成瘾 它不但不利于我们的生存和防止 而且对我们生存和防止是非常有害的 那为什么这么普遍存在呢 从人到动物都有这种现象呢 还有就是一个很难解释的 就是做梦 我们夜间睡觉的时候做梦 那你知道我们这个叫什么 大脑只有百分之体重的百分之二 当时我们消耗了百分之二十的能量 我们做梦不就是在消耗一些 无味的消耗能量吗 而这个做梦呢 实际上现在知道是从老杠发出个信号 向高级中枢 寻求信息匹配 我们高级中枢就皮层 边缘系统 就一些信息就会去匹配这个信号 而这些匹配过程呢 它是没有逻辑的 所以这个匹配 我们这个大脑 我们人在做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一伙是什么 在地狱 一伙在天堂 一伙在跟爱人亲亲我我 一伙在持着刀杀人放火 是不是 那么这个 做梦有什么用 哈佛大学一个研究 做梦 非常著名的权威 他就说过了 没有用 我们知道这个叫什么 达尔文认为 我们任何的本能和行为 它实际上都是就是什么 有进化适合度的 意思就是说 它每种行为都应该有用才对 如果没有用 它就是纯粹浪费能量和时间 就会被淘汰掉 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行为 不符合达尔文的理论呢 有一次很有意思 我就在美国开这个神经科学联会 就听到那个学术报告 对我启发很大 他就说我们这个神经系统里面 充满着竞争 就普遍都有竞争现象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就人走路 先迈左脚和先迈右脚 其实在我们意识不到的 这种低级控制中枢 它发生了竞争 就左脚右脚的控制 网络发生了竞争 所以你才会有这么一个 叫什么奇怪的这种 不也不奇怪的 这个走路才会迈左右脚 对吧 但是他提出这个 就是说竞争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 就进一步提问的 就是说是谁在竞争 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竞争什么 这个他也没解决 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说 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这些就是说普遍的 神经系统内部的竞争 是否能够有助于 我们理解这些 外异的行为 它的背后机制 对吧 我们现在必须要转到什么 转到神经网络来 大家知道 脑里面的这个 基本单元是神经元 但是当个神经元 是不具备控制行为 或者处理信息这个能力的 它必须要怎么样呢 构成一个网络结构 我们来看到这个 左上角的一个地方 就是什么 就是编码一的 这个神经网络 那些十星的神经元 连接在一起 就编码了一 然后左下角呢 那些十星的神经元 互相连接在一起 就编码了四 我希望请大家注意的 特别请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 你们仔细看一看 有些神经元 它既参与了一网络 也参与了四网络 对不对 那就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 就说明我们大脑里面 只要以有限的神经元 我们就可以构建出 一个无限的网络数量 右边这个呢 就是一个实例 是个简化板的实例 那么四个神经元 对吧 它是用什么来连接呢 是一种叫做突出的结构 这个突出呢 就把一个神经元 跟另外一个神经元 连成了网络 而这个突出的 我们把它叫做化学突出 它之所以叫做化学突出 因为它是高度可塑的 我们这个橘色的圆圈里面 的这个突出 如果是经常受到 这个外界的刺激 它这个突出的就会连接加强 我们来看得到 这个绿色的这个圆圈里面的 那个突出 你看它的小泡泡多了 它的小点点多了 所以它的传递能力就增强了 那反过来 如果你长期得不到这个刺激的话呢 那么这个突出就会减弱 如果过度的减弱 那么整个神经网络就解体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它的可塑性 我们来看看这个实例 我们说了那么多 这是个大脑皮层 人的大脑皮层 我们来如果 粗亢 它就是一个成状结构 有七层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 左边那个 对它进行进一步放大 我们就发现 它实际上 从上到下 是什么 是一些密集的神经元排列 我们把这个叫做什么 叫皮层柱 那么这个皮层柱 就构成了一个神经元网络 我们来看它的功能 就看得出来 下面 你看到没有 如果有个电极往下扎 那么扎到同一个神经元网络的话 它的对外界的响应 它的那个特征是一样的 都是水平的 对不对 当然下面那个 向下斜的呢 它显然扎到了 另外一个神经元网络去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这个 就右边在上边 你看到没有 虽然能够分成 但是它有个 很明显的柱状结构 我们这个皮层柱 皮层柱 它肯定是同质化的 等一下我会讲到 所以 因为它同质化 所以它才能够有可替代性 具有可替代性 那它当然必须是竞争 那毫无疑问 我们人只能跟人竞争 同学只能跟同班同学竞争 人不会跟松鼠竞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 提到了这个叫什么 网络的这个结构 我现在要讲一下 就是说一个矛盾 这个时间矛盾 我们大家都能够 瞬间完成记忆 但是呢 形成这个网络 所需要的那个突出 它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合成 我们来看这个绿色的 它产生这个突出 而那个红色的是突出消失 这个D就是告诉我们 它的形成是以 以天为计时单位的 那么我们又能够 瞬间完成记忆 但是我们这个 记忆的这个元素 却需要很缓慢的时间来形成 那么这个呢 它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 我们看左边的那个硬盘 因为我们完成作业 同学们完成作业 要保存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有先进条件 硬盘在那里 而且有存储空间在那里 我们才能完成 我们的实质保存 对不对 好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大脑里面 也有大量的这种 就是我们叫做 荣誉的神经元网络结构 它怎么样 它预先存在那里 当时 对 当时我刚刚说过了 这个荣誉的神经元网络 预先存在那里 是我们实时 学习和记忆所必须的 但是它的构成的 基本元素 又是化学突出 化学突出会怎么样 它会 你不用它 它就会衰减 但是我们那么多 备用的神经元网络 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用得上 对不对 这样就会带来一个 非常大的挑战 自然选择大的挑战 那么我们来 如何解释它呢 这就是我的 这个间接选择的理论 就是说 这些抗似无用的行为 它有些特征就是说 第一 它没有目的性 第二 它的产生是 不可预测的 第三 它没有逻辑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像玩耍一样的 对不对 它把我们整个大脑都激活了 那么这些无用的行为 就维持了我们那些 荣誉的神经元网络的 生活 它的活性 而这个 越多的荣誉结构 越多的网络结构 那么我们就学习 和记忆的能力越强 当然学习能力和记忆越强 就相当于我们 适应环境的能力越强 对不对 那么我们拐一个弯 就把那些 看似很怪异的行为 就做了一个 恰当的解释 那么光是有这个理论 我们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证据来支持它 著名的物理学家 李迪根说过 科学是依靠 理论和实验 这两个脚前进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这个 间接选择理论 有没有证据 就小鼠转基因 大家知道 大小鼠 它实际上是看不到 它夜行性动物 看不到颜色的 那么美国科学家 就把人的那个 红色 感红色基因 就转到这个小鼠里面去了 结果也转进去 小鼠也转成功了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知道 这个小鼠 它到底看不看得 在这件红色 那么我们只能 通过行为来检测它 毫无疑问 它发到Science 这种大杂志上面 它检测红色 这个识别红色的 这个行为 是过关了的 那这里带来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现象 就是说 我们转的那个基因 只是在视网膜里面表达 我们并没有调节 大脑的这个 中速神经系统 那么它也看得到 红色就说明什么 它一定预先 有大量的备用的 神经元网络在那里 存在那里 否则它就不能够 打通这个通路 是不是 这个就像 我刚刚说的 那个学习和记忆的 这个过程 就非常相似 神经元网络 融语的结构 已经在那里了 你只要给它 外界一个信息 它就把你这个通路 打通了 我们现在来看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大鼠的这个 条件反射训练 这个实验很简单 就是让大鼠的话 稍微饥渴一点 不让它那么 喝的水饱 那么在给水的同时 我们给它听一个 6000赫尺的声音 这形成条件反射 那你看这个 A图这个地方 它就在 形成条件反射之前 编码6000赫尺的 那个脑区 有四个 当时的话 到条件反射 形成以后的话 它编码 这个6000赫尺的声音 就有什么 有7个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发生了竞争 这个6000赫尺 把一些什么 1万赫尺的 或者是 9000赫尺的 这个脑区给倾障了 那么它是什么 我们刚刚说过了 就是说 神经元数量有限 当神经网络的数量 可能是 很难统计的 应该是 接近于无限的 那么 而这个刺激的话 它是有限的 就像我们这个 6000赫尺一样的 它刺激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竞争什么呢 是用无限的网络 去竞争 有限的 这个刺激 那这个刺激呢 就是一种资源 好不好 所以就竞争什么呢 我们就解决了 它竞争这个 外界的刺激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一个大脑重排的 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人啊 和动物啊 都会 我们这个触觉呢 每一个位点 都一一对应到 我们大脑的 那个感觉区域 形成这个 叫影射区 我们叫影射区 对吧 我们来看这个红色的区 这个虚线里面呢 这是我们手指头 投射的位置 假如一个人 那个手断了 那么这个手指头呢 就不能投射到 相应的脑区了 那用我刚刚的理论 你没有刺激输入 那些脑区什么 神经元就会解体 好了 大脑是不如会让它解体的 就结果会怎么样呢 就让这个 手背的这个位置 和脸部的这个位置 正好在这个 手指的两边 就侵障了什么 手指的这个 映射区 这就叫大脑虫排 这个现象叫什么呢 叫做幻肢 幻肢现象 这个也是可以 用我的那个理论来解释的 现在就有意思了 假如我们剥夺了 这个人的这种 视觉 听觉和触觉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就在1954年 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对不起啊 那么 这个志愿者 就是说 剥夺了这个 感觉刺激以后呢 在地下室 待了两天 刚开始那两天 没有问题 大家都还在想论文 想这个课程 但是 两天以后 这个中速神经就 发生了混乱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 它居然产生了这个幻觉 也就是说 白日做梦 它为什么白日做梦 那我 用我的理论 就很容易解释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你没有外界刺激 那好了 我们大脑自己来 智力更生 我们产生了刺激 对不对 这个过程就像什么呢 就很像 做梦 所以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 有句名言就是说 大脑是依赖刺激来维持的 那么我们呢 就是说 为了刺激维持的什么 是荣誉的神经元网络结构 对吧 荣誉的网络神经元结构 它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学习 如果用我的理论 我们来整个看看 学习的本质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这个现象 就是跟猫妈妈 叫猫宝宝 做老鼠吃 对不对 那相当于就是 猫妈妈大脑里面 已经有做老鼠的 这个神经网络构成了 那么它要外化成行为 让它的宝宝看到 猫宝宝看到了 是这样做老鼠的 我也去捉 但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实际上是小宝宝 它在大脑里面 重建了什么 它妈妈的这个 捕食的这个神经元网络 所以这就是我对 学习的定义 就实际上 我学习的定义 就是神经元网络的重建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 在哪里 在于动物 如果是个体 不管积累了多少的 知识和技能 它一旦死亡 怎么样 它的所有的知识和经验 都清零了 但人类就不会 为什么 我们人类发明了符号 就是我们现在 我正在说的话 语言 对吧 也有文字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个老师 他可以告诉你 五千年前 中华民族的老祖宗 就在黄河 就在长江 已经在那个叫什么 从事生产 劳动 生活 对不对 等等 那么中间那个图呢 是河马 对吧 它是个淫游诗人 它那个叫什么 告诉你 以前有个特洛伊上争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 由于有了这个文字 有了语言 我们这个就是 称为一种符号的动物 我们有符号 这个符号取什么 把信息进行传递 同时在传递过程 我们的知识得到了积累 那么积累了知识 就会怎么样 当然就要更大的 脑袋瓜子来储存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这就看得到 你看我们这个脑袋 从计划的这个动物来说 不断不断地就变大了 变大 而且大家注意 在一百七十万年的时候 那个脑袋突然加速增大了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是怎么样 语言开始起源了 对不对 我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语言 起源在一百七十万年的证据啊 是不是 当然我们大脑 就是一个物理结构 就是一个生物学解剖 它这就是相当于 我们买回来的一个裸机 但是 我们学 我们通过人类的人生积累 有文学 艺术 数学 骑车 打球 对不对 打游戏等等等等 这些知识 装满了我们的大脑 这个时候就不是原来的大脑了 这是有 就我们把它叫做老体 而这个老体是个什么呢 它其实本质上 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载体 这也是我的观点 由于时间关系 非常遗憾 我不能够太过详细地讲述这个理论 其实这个理论 我写成了一本书 叫做《行为计划》 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的文明 正好我倒是到时间了 但我想稍微插一句话 2005年的时候 Science那个创康 125周年 Science是美国的杂志 在125周年的时候 他们就发布了125个最重大的科学问题 排在第一的是宇宙的物质是什么 排在第二的就是 大脑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所以对于未来来说 我希望我们的同学 要培养好奇心 对吧 不没守成规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 爱因斯那时候的 要有超强的想象力 未来才会是我们中华民族 主导的科学 而且在我们的科学教科书里面 出现更多中华民族的名字在里面 好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唐老师的精彩演讲 从动物到人 唐老师通过理论创新 解开了关于动物无用行为的迷思 因此怎样评论创新 解开了关于动物无用来 hold 放手评论创新